各位晚安 來跟大家聊聊 怎麼樣註冊一個PlayStation Network的帳號喔 PlayStation Network 大部分的玩家會簡稱它叫PSN喔 為什麼要去註冊這個帳號呢? 如果你有在用任天堂Switch的話 你應該會記得有一個叫任天堂Account 然後用這個帳號去買一些遊戲 那PSN也不例外 它其實就是一個網路服務的帳號啦 那有這個帳號之後 你才可以透過網路去買一些遊戲 甚至是一些更進階的服務喔 那伯仙大概講一下喔 PSN它的服務有分兩種 一種是PSN 一種叫做PSN Plus 類似像是一個會員的意思 或者是VIP的意思 會比較容易理解 這兩個差在哪裡呢? 那首先先講PSN的部分好了 PSN會有一般的網路購買遊戲的功能 會有基本的免費遊戲 基本免費遊戲是不用收錢的喔 然後甚至有個基本免費遊戲 你還可以上網跟人家對戰喔 大部分就只有到這邊位置 然後它的功能沒有特別的多了 那接下來就是Plus的功能喔 Plus的功能它就是 你在網路上買遊戲會更優惠 那你可能會隨機獲得一些主題背景 每個月會有一些免費遊戲 在PSN Plus這邊就可以用了 那每個月都可以下載 一些新的遊戲一下 像這兩個 有一款其實之前有買過喔 底特律變的 有興趣可以去看阿伯的直播 還蠻不錯的 然後這邊就是主題的部分 那因為阿伯這個月還沒下載 看一下這個 哇這個很可愛耶 我要下載 然後這邊阿 只要用完之後阿 你就可以安裝囉 這邊就會問你要不要安裝 你安裝就按PSN的按鈕 好試用 哇超可愛的 我還蠻喜歡那個Toro貓的 然後那個猴子 大家應該還蠻清楚的吧 有玩過抓猴嗎 這個遊戲以前在 PlayStation有出過 還蠻有趣的阿 PSN跟PS Plus 上網買的遊戲阿 價錢有可能不一樣 只要他有在做檔期特價的話 PSN Plus 他的特價 會來的比較 再更多一點 如果你今天剛買一個 PS4的玩家阿伯一定是建議你 先去用一個 試用的PSN Plus 因為正常一般來說 你沒有申請過 他會給你7天的免費使用 那你可以用這個 時間點來看有什麼特價的遊戲 來購買一些 比較划算的遊戲 因為大家也知道嘛 PS5 可能明年年底阿 這段為阿伯不負責任言論 那當然他遊戲可以鄉下相容 那我相信在未來的 這些日子裡面 大家應該會很容易 常常看到特價 然後再補充說明一下 PlayStation啊 4 他的遊戲的紀錄檔 他就是存在硬碟裡面 他跟Switch有一個不同的好處 就是他的記憶體是 可以扣到主機 或是隨身碟 那看你要哪種方式 那如果今天你是用 Plus的服務的話 你可以存在雲端 那雲端的最大容量是10GB 可以讓你存一些遊戲的存檔 存存檔的話 10GB應該是真的蠻夠用 我玩PlayStation4 玩到現在大概兩年多 大概現在好像才用了一句多而已吧 讓我們來看看阿伯實際上用了多少容量 那線上儲存空間嘛 因為他沒有辦法看到實際的容量 但是 你看我只用了5% 如果10GB的5%的話 應該是多少 應該是500MB吧 我用這麼多才用了500MB而已 那剛剛講完了PSN跟PS Plus的差異之後啊 那有人就會問阿伯說 那阿伯我要怎麼樣才可以取得 Plus的資格喔 那Plus的資格的話 有取得的方式有幾種 第一種就是 你可以在網路上購買 就是用PSN的服務 去直接加值變成Plus的服務 以台灣來說 就是線上刷卡 然後還有一種方式 就是去便利商店啊 購買 或是電玩店 購買一個月 三個月 或是一年的那種使用期限卡 那目前一年的價格大概是1088 他是說暑假會再往上調100塊吧 然後你可以根據不同的需求 來選這些卡 剛剛講的這些獲取Plus的方式阿 其實就已經可以解決 大部分一些人的問題 因為有些人沒有信用卡 去實體人家購買就ok了 接下來就是講 為什麼要用Plus的服務呢 所以剛剛前面可能沒有講到 大部分在PlayStation上的網路對戰遊戲 是要透過Plus的會員資格 你才有辦法去對戰 這也是我覺得很奇妙一點 因為早期在PS3的策略上 是只要你有PSN 非Plus會員 你就可以上網對戰 但是後來改掉了 所以大部分的人 都會買這個Plus的服務入手 剛剛前面講那麼多 可能大家都已經忘記說 他跟任天堂Account一樣 需要註冊一個帳號 你需要有一個PSN的帳號 你才可以後面做一些申請的動作 那怎麼註冊帳號 等一下阿伯會教大家來註冊 那他註冊的方式有分區域的 因為不同國家的服務項目 其實都衍生一些不同的價格 或是遊戲 甚至是在前面講到的一些 PSN Plus它贈送的一些遊戲 都會隨著國別不同 內容也不一樣 等一下我們看一下畫面 看怎麼樣去註冊這個PSN吧 GO 現在開始教大家怎麼樣去 申請一個PSN的帳號喔 那申請方式啊 先在網頁上打PSN搜尋 大部分都可以先到他的商店官網 第一個就可以了 等一下去 我們就建立帳戶 這邊我們就點 開始 那阿伯的帳號這邊都習慣加 如果是這一批我就用這一批 然後設定密碼 下一頁 那這個範例啊 會是以日本地區為主 因為其實阿伯已經有中文帳號了 一般的話 建議大家用台灣地區就好了 因為後面會有衍生很多 DLC的問題啊 或者是一些樂換序號的問題啊 還有你在台灣買亂題的問題 可能會在另外拍一個影片跟大家做一下說明 然後我們就選JAPAN 好 Zugini 來了 這邊要用假地址了 這是日本帳號比較麻煩的地方 然後阿伯會介紹一下這個網站喔 這其實是日本郵局在用的網站啊 用這個網站來輸入一些日本的地址 跟郵地區號 因為他系統會認證 所以你一定要輸入對 你就找一個你喜歡的地方 例如說阿伯喜歡大阪 那我們就來個大阪 隨便找一個你綜藝的士 再找一個輾穿好了 喔 然後郵地區號就出來對不對 進行填的動作啦 郵地區號 這樣就可以了 就是7碼喔 然後點一下這個 他會自動去驗證說你這個輸入到底 那我們就下一步吧 就是你線上ID要叫什麼 那阿伯的話就叫 BIGAND 你的話就叫阿伯好了 姓的話叫大頭 這樣會過嘛老闆 然後這邊喔 他是問你說 Sony應該是會寄一些新的通知信 來給你 或是一些訊息 希不希望收到吧 那因為我是用這一批 這個帳號我正常不會用 就給他按同意 然後現在就是 要你去做確認信 現在我就去開註冊的那個信件吧 這段教學雖然有點無聊 大家不要睡著阿 剛剛的認證信 這邊有一個登錄完畢了喔 那我們現在要開認證信了 他這邊會說 欸你的帳號已經新增完畢了 然後要按下這個確認才會真的有效 你看 你的名字叫大頭阿伯 漂亮喔 那我們就按確認吧 驗證完了 那我現在就有一個日帳了 那台帳的申請其實就比較簡單 台帳阿伯就不多講了 那我們剛剛已經做確認了嘛 OK 這邊是問你要不要做二階段驗證 這個驗證的安全性會比較高 這個可以略過 因為我們的電話是台灣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寄過來 所以我這邊就先略過了 欸欸可以其他的喔 欸那不錯欸 可以再略過嗎 可以 好我就先不認證電話了 那這樣其實就註冊完了 是不是很簡單呢 有這個PSN的帳號之後阿 你就可以開始在網路上做一些購買的動作 跟eSAP其實很像 然後你就接下來就可以做一些購買的 那他購買方式你可以透過網頁購買 你也可以透過手機的APP購買 或預載軟體 就是你可能要買一個很大的遊戲空間阿 像什麼之狼阿之類的阿 那買完之後阿 如果你有設定常用帳號的話阿 買完的時候他就會先幫你預載下來囉 當然PSN要是待機的狀態 而且要有網路狀態阿 現在來跟大家講一下阿 他的網路商城阿 PSN其實就跟任天堂的eSAP其實是一樣喔 他會有一個介面喔 你可以透過電腦或是主機上面的介面去購買遊戲 每一季的特惠活動都會不一樣 有可能都會是在假期左右阿 你會發現到什麼聖誕節阿 過年阿 二月阿 或是一些暑假的時候 可能會有一些特別活動 那時候就可以準備來買了喔 而且特價過某些遊戲真的是 256 我還不買爆他一波 沒有沒有沒有這個遊戲我沒有興趣 呵呵 好那剛剛我們 現在已經註冊完了一個日帳對不對 接下來就是要在遊戲中 怎麼樣去使用他囉 我們這邊就加入一個新的使用者吧 建立使用者 同意 繼續 像阿伯是申請日本的嘛 我就把日本的帳號密碼 輸入 輸入完畢了 就是你要注意一下你的國別 國別很重要 好 竹筋尼 他 他不要讓我輸入這個 我來大頭阿伯 要結束啦 好 這邊設定的話阿伯就不想輸 其實就換一些大頭像啦 哎呦 不能這樣喔 用英文好了 應該可以吧 會不會吃太多 竹筋尼 吃下去就對了 好 按完之後 就是這樣就設定好啦 這是問你要不要登入FB 不可 然後你就 應該這邊就不會登入了 那我們就成功用日帳進來囉 一樣他一定會問你啊 PlayStation Plus的這個會員機制啊 那大家有興趣可以看一下日幣這邊的價格 實際上跟台幣差多少 我覺得這個還蠻厲害的 竟然比台灣多了七天耶 太過分了 好 就先不管他 然後這個我就略過了 這個已經存好了 然後這是我的介面 然後這樣就可以了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可以去買遊戲了 那因為現在是用日帳登錄的 所以遊戲都會是日本的 那如果說有特別想知道這些的話啊 阿北會另外再拍個影片跟大家做的講解 先大概講一下啊 其實這個Menu清單就跟中文化差不多 不過你會發現他的一些最新情報啊 還有遊戲內容啊 可能跟台灣的網頁會有所不同啊 然後大家就可以來看一下啦 是不是很棒棒 這樣就可以兩邊玩了 完全不一樣啊 然後這邊也可以看電視 然後這個一樣喔 這Sale就是有特價的一些遊戲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看 這是日本這次送的那個 Plus的遊戲喔 這一款 台灣沒有送 你有沒有發現到差異了 這就是差異 送這麼好 我忽然間想去辦個 Plus的 呵呵 日本的 唉唷 這是什麼喔 好 這個就是Plus每個月會送的遊戲啦 前面已經拿了一個便人喔 那這次還有這個可以拿 你可以決定是否要下載喔 但是就是這個使用權 你一定要先拿喔 那拿的方式就是對這個圖案按一下 它就問你說要不要新增到你的內容保存庫喔 然後你就點下去 再按確定 就可以了喔 那等你要玩的時候再下載就好了喔 但是有一點必須注意阿 當你的Plus的會員期限過期的時候阿 剛剛那些免費遊戲就不能玩了喔 只有在Plus期間內可以無限遊玩 剛剛看完了前面的影片之後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註冊了一個PSN的帳號 不管是國內的或是國外的阿 國內跟國外有一些限制大家必須要知道喔 阿伯還是建議說用中文就好了 除非你真的有一款很想玩的遊戲在日本 那就去註冊一個日本的帳號吧 記得前面阿伯講的 你要用了日本的郵地區號去註冊 還有認證地址 這樣它才會讓你過喔 今天介紹完之後阿 如果對這個影片還有任何的疑問的話 也歡迎下方留言討論喔 阿伯知道的話 或是問題累積到一定程度的話 可能會再另外拍片跟大家講解啦 那喜歡阿伯的頻道 記得幫阿伯訂閱按讚加分享喔 每個禮拜三禮拜六會有新影片 記得開啟小鈴鐺 我是阿伯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 我們下午時以為 來快點的 我們下午時以下 來茶匙 我們下午時 我們下午時